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主要是作为承包商 他在戴尔工作的时候 是美国国家情报系统的代理商 结果他有权接触一些美国国内的比较高端的机密文件 他就下载这些文件 几千份文件 然后他就把这些文件逐渐就往外释放 放出去 放给了记者 那直接冲击了当时奥巴马政府 对不起 在奥巴马期间 直接冲击了奥巴马政府本身很多在有关CIA FBI 就是美国国家安全系统 对美国国民的那种违反宪法式的那种监听也好 查阅也好 收缴资料也好 违反美国宪法 违反美国公民的基本的权利 那他的故事基本上是这么故事展开的 那很多人把他视为英雄 就揭穿了美国国家 美国的人权的丑陋的一面 然后而且就把他视为是一个出卖国家情报的人 所以那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所以而斯诺登本身呢 辗转了很多地方 包括在日本 在香港 还去过 还在夏威夷 所以他最后辗转就落脚到了俄罗斯 这个人蛮精华的 他落脚在俄罗斯 然后在俄罗斯申请了永久居民 那这个故事呢 现在这个故事是今天 今天普京亲自批准了他申请加入俄罗斯公民的这一份申请 所以他今天就成为了俄罗斯的公民 那很显然这是普京针对俄 针对美国之间一个 完全是一种战略性的一种对垒 因为就现在而言 那斯诺登本他是美国情报系统的 而今天的美国司法系统 美国情报系统 FBI CIA 他的名望名誉 在美国境内 在美国的大选的过程当中 中期选举的过程当中 是非常 他的信誉是非常受到质疑的 而左派政府呢 正是掌控着 这个FBI跟CIA和这个司法部 所以在美国 美国人将要进行大选之前 你可以把它看成这是普京亲自出手 影响 影响美国中期选举 借助斯诺登的名望跟他的影响 和揭露美国情报系统当中的罪恶 主要是对美国公民的罪恶 在直接打击今天 美国民主党体系当中 在中期选举当中的可能的故事 现在是今天是9月25号 9月26号 2020年的9月26号 当时的故事就是亨特拜登儿子的故事 当时是朱利安尼拿出来 所以他的目的 很大的目的是这个目的 在提醒着 在我眼睛里看起来是这样 因为提醒着所有美国人 斯诺登揭露的是什么 因为很多美国人都把他推为英雄 而美国的政府和美国的立法机构 认为他是美国出卖者 显然这是两个阶级的人 对吧 那对选民影响大的 对于选民影响大的 是对他的支持 普通的人会觉得他 告诉了事情的真相 那权力者会认为 会把他斥围说这是出卖国家 所以我愿意把他解读成 因为是普京今天亲自下令 普京来给予斯诺登公民的身份 去潜在表达 今天美国政府对美国公民的迫害 而这个美国政府 就是美国的左派政府 因为当初的斯诺登是奥巴马的 今天的美国政府是拜登的 那是他们一脉相承的 其实是这么 我看领域是这样 因为当这件事情下午刚刚出来 傍晚出来的时候 几乎所有美国媒体都登了 那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这件事情是个老事情 不是现在的事情 所以就以这样的方式 爱德华斯诺登获得了 俄罗斯公民的身份 前美国情报商 斯诺登根据普京的命令 获得了乌克兰 俄罗斯的公民 星期今天签罗斯公民 受于2013年一直居住在莫斯科的斯诺登 为了逃避美国当局的抓捕 而给予他俄罗斯公民的身份 他在2020年10月份 获得永久居留权 所以这次故事就这么难 那你说这个怎么办吧 这个就是很现实了 那我们不用讲谁对谁错了 这个做法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说今天的左派政府 拜登政府以及美国的司法部 FBI一直用俄罗斯的名义 在攻击着他们不喜欢的人 那今天呢 普京给他兑现 就说你不是骂我俄罗斯人 整天干扰你美国大选吗 我今天我直接我就给你来一把 随便你怎么解释 因为你再怎么解释 他影响的是普通的美国人 那媒体也肯定报 所以美国人就会看到 在对比着今天 FBI的做法 司法部的做法 突袭海湖庄园的做法 对这些 那FBI里面站出了很多 举报人的做法 其实这就是 真的是一种冲击 很大的冲击 因为美国人会希望 不希望要这么一个 盖世太保的东西 他希望要一个 就是CIA FBI是保护我们的 而不是监督我们的 2013 斯诺东在夏威夷 美国国家安全设施中辞职 到香港 担任国家安全区域承包商 在那里 他下载了数千份 美国国内监督 监控计划 和全球安全行动档案 所以有些人对他称呼 而美国当局 是说他违反了间谍法 他也是违反了间谍法 所以普京这是故意的 他是中央情报局的系统管理员 所以他有权进入一些 别人进入不了的一些区域 他进入了戴尔作为承包商 后来又到了叫艾伦汉密尔尊 那但是在戴尔期间 为美国国家安全区域公司 签订和工作 又到日本的一个工厂工作 后来又转到夏威夷 2013他离开戴尔 转到艾伦汉密尔里 然后总部是在夏威夷的 美国国家安全区域设施里 所以他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情报官 你可以把他当成情报官 当成什么 因为他的身份 可以有机会接触这些 2013年下载机密档案 离开美国 跟记者分享他的拿到东西 记者报道了一些 然后斯诺登的支持者 称他是举报人 因为他披露了 美国国家安全区域内部 对美国人的监控 而批评者说他威胁国家安全 那斯诺登的泄密 促使当时的奥巴马 跟国会采取行动 反对斯诺登泄密事件中 披露出来的 违反宪法 侵犯了美国人隐私的行为 美国高级官员 采取措施 阻止国家安全区域计划 而这个计划 是收集和储存 数百万美国人的资料 那现在当然不用了 因为经过大疫情之后 打枝之后 所有个人的资料 很多都被披露了 所以这个就是 跟你现在的故事 是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那斯诺登站在 个人的角度来讲 就是英雄 站在美国国家角度来讲 他就是间谍出卖者 所以你说怎么办 对吧 我个人觉得就是 你说怎么办 国家是为人生存在的 人是为国家存在的 那权力者是否为了国家的名义 对每一个人可以任意所为 还是他不应该 那他不应该 他做了 那人们揭露他 有人揭露他做了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 所以这是每一个人 道德基点的问题 对吧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2014年进行调查 两年后的文件 38页的报告文件 高度批评了这位承包商 说斯诺登不是举报人 所以这里面就有个 看结这里头 2014年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那2016年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众议院 众议院是民主党人 还是共和党人 来主持了情报委员会 按照那个时间点上说 似乎他是共和党人 所以当时的共和党人 同样也不接受他 那他如果不接受 当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拿出评判之后 说他不是举报人 那他就是出卖国家 那他就民地儿去了 所以这是一个 执法机构 政府和立法机构 对他的评价 被国家造成了伤害 他偷走的绝大多数文件 跟个人隐私没有关系 而是被美国对手 非常感兴趣的军事国防 跟情报有关 然后他就只能转到 俄罗斯了寻求保护 那美国人抓不到他 俄罗斯呢就 俄罗斯到了美国 俄罗斯诺东从美国的 从莫斯科主管 新闻自由基金那里 获得一些相应的 他的生活保障 那这基本上就是这么 基本上是这么对他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 很有趣的 就是斯诺登在确认 美国政府一定会抓他 他就投靠了俄罗斯 那这个故事在这个时候拿出来 所以普京呢 在这个时候拿出来 涉及到间谍法的问题 那间谍法就是今天的川普 对吧 用斯诺登的案子 对比今天的川普 突袭海湖庄园的案子 用斯诺登的披露出来 美国的今天的左派政府 在伤害人们的人权 来对比着今天 在美国 在今天的美国政府当中的司法部和FBI 影响着美国中期选举 普京还是由他一套 那你美国人怎么应对 因为这个故事早就知道 所以他是以这样的方式 那但是所有美国人 如果我是 我去投票的话 我当然就会想到 哦 斯诺登 间谍法 川普 中期选举全都连在一起 所以普京一枪打了好几只鸟 而被打下鸟呢 让你们自己看 他就不管了 他把他授予公民的消息 一暴露出来就完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